本周震灵男子汉的八位新兵迎来严苛的招飞考核 在招飞心理选拔中 针对心理专家们预设场景 登山遇险 为尽早返回安全地带 如何根据中药性留下物品 杨幂当机立断 选择指南针 主动出击 距离力争的一面 给心理考核官留下深刻印象 除此之外 大家需要考察平衡性运动性 甚至在原地旋转数圈后再投篮 谁将技高一筹呢 而在空军招飞信息录入幻解 需要新兵两两一组在红色背景前拍头像照 杨幂见状开玩笑说 想拍结婚照 让大家瞬间害羞几番 杨幂与黄子涛搭档进行人像采集 看到身边的涛涛为帅气助兴 律师与工作人员进行交涉的情况 杨幂不客气地说道 话真多 给右边脸 对得黄子涛乖乖做好 艳然大姐姐的样子 而水中蛟龙孙杨展现完美的人鱼线 好身材让大家赞不绝口 通过招飞局的身体和心理双重考核后 得了考官们的一致好评 11月25日奔州午安20点20分 进行锁定湖南卫视真正难惨第二季空军片 蒙古老新闻 蒙古题位也向全网首播 报道